各位朋友,聽了這麼多 政府是不是很荒謬?是不是開始? 大家是不是很興奮? 七一我們一定要上街,我們要在維園集合 今年民陣有三個大會主題口號 第一個,還我2012雙普選 回水還給我們,原本我們是應該擁有的普選權利 現在沒有了,還我2012雙普選 第二,抗議地產霸權 所以也有一班地產霸權的受害者 就會在今年跟我們一起起步 第三,我相信就算民陣不叫 也有很多朋友叫了很多年 什麼就是曾蔭權下台 他整個班子的狗官都要下台 不要說剩下一點時間 就做一個看守政府,什麼都不做 還要詐詐詐詐詐推些惡法出來 我們香港市民是不會去忍受它的 在七月一號,請大家上街 要帶的是什麼呢? 在當日,如果好像今天這麼酷熱呢 記住,就要帶充足的水,帶食物 也都政府被一份爛鬼,不反對通知輸我們 就叫我們不要大惡氣,不要吵 我們偏偏就要帶多些去 另外就是,剛才毓民也有呼籲 就是呼朋友,帶多些朋友,帶多些親人 你今天聽完這個論壇,回去講解 給大家的親民戚友知道 現在香港是一個什麼的處境 是比2003年,無論在人權,民主,民生,各方面 法治,都是越來越差的 不要被一片的經濟泡沫騙了我們 以為現在,好啊 看看我們的堅尼係數,貧富懸殊的情況 看看我剛才說,這個周一樂去欺負大兔婆 如果你是一個官員,你是一個好官 你在車裏面,你見到有大兔婆跪在你的車前面 你都應該馬上下車扶她 在車上講電話,你要大兔婆跪你 你折腹折仇,仇不起,是不是? 天打雷劈的這件事 我敬請各位市民,就在7月1日上街 還有,剛才毓民說了一個要點,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民主黨在七一,都會在我們的人群當中 在去年政改,很多人過去就渴罵她 為何要出賣我們市民呢? 但今年,我們不是了 我們要二十三位立合會議員總辭 我們讓她將功贖罪,好嗎? 好! 我們過去,去問她,喂,有甚麼策略啊? 跟不跟總辭啊? 我們可以原諒你啊 我作為民陣的代表,我都知道今天來完這個官逼民反論壇 就死定了 民主黨一定透過主流傳媒啊,李慧玲啊,打小報告 李慧玲啊,打一百個電話來 說這位你幹甚麼?你幹甚麼?你是不是排斥這些成員啊? 不是!我們給她機會 回來,不止七一出來走一走 而是,要參與這個二十三總辭 要給全香港的市民一個公投的機會去反對替補機制這個惡法 那我很希望,民主黨,支聯會,你們不派義工來七一遊行都算了 我們有其他人可以幫忙的 但是,在立法會議席方面,你們不要亂撞啊 這個是香港人最後最後的一次機會 就真是拜託,現在你拿著那個議席啊 你去辭職啊,你去將功贖罪啊,是不是啊? 不要再眷戀了,要不是,在今年的區議會選舉 在明年的立法會選舉 不會有人投票給你們民主黨啊,民協啊,你們這些這樣的政黨 你再不是民主派啊,你也都不只是偽民主派,而是投共派啊 那我們七一見啦,好嗎? 好,我們有少少時間抬下,看看有哪些人要發言的 我們可以給一些時間抬下,朋友可以發言